現在大家都把這個體驗板打開了 我們一起來玩玩看喔 來你看進來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上面這裡 有兩排 上面這個 這個就是編輯影片 這個就是編輯字幕 所以他 上傳影片之後他會自動把你的每一句話 都變成像頭影片一樣 有沒有感覺到 每一句話是不是都好像頭影片 所以老師 我們用文入 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在做剪接影片的時候就好像老師在編輯 文書處理軟體像用Word 或者像PowerPoint一樣 來你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他 預設是不是有一個Hi大家好 前面這個就是什麼 前面就是我們停頓沒有講話的那個時間 好那所以如果我覺得你不要再Hi了就大家好就好 怎麼辦 點到這裡 按 這個要刪除 往前刪除是哪一個鍵 是不是倒退鍵 Backspace 對不對 來我們先聽看看 先聽一下 在這裡 有聽到Hi了對不對 好 我們就跟他講不要Hi 點到這裡 倒退 不對我刪到那個靜音的 來往前 在這裡 倒退 有沒有連字幕一起刪掉 對不對 那你再聽看看 有沒有這樣就剪掉了 會不會太快 這樣眼睛應該 可以用久一點 好然後再來 你看 然後大家好 我是什麼 今天呢 可是今天呢 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那這一句話 其實 其實怎麼樣 今天呢 是不是可以放到下面去 所以 請問 要到下面去 要換行 老師會按哪一個快速鍵 是不是Enter 對 按Enter 有沒有換行了 然後 今天呢 跟這個是同一句 所以 如果你要讓下面的上來 請問會按哪一個 是不是Delete 對嘛 欸 老師你不覺得我們在用文書處理嗎 有沒有這樣剪輯影片比較快 把Enter刪掉 可以啊 今天是 對不對 那你就把Enter刪掉啊 對啊 而且修正是包括影片也剪 字幕也剪啊 好酷喔 好酷喔 對真的真的 所以 你們都追劇而已 這個韓國後還不錯 你可以試看看 那如果今天 老師有講錯了怎麼辦 或者講的順序顛倒了 老師你想看到我們以前錄影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順序講顛倒了 你只有一件事情 叫做重錄嘛 啊這裡 不用那麼麻煩來 老師我們投影片 如果順序要對調你會怎麼用 是不是按著拖曳 對來這裡 你看 在這邊 這裡你不能直接拖曳喔 你要做一件事情 打個勾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多個多段影片 投影片你就可以 按兩個 這樣是不是 我就可以一次移動兩個 假設我只要移動一個 你看一下我現在勾起來了 我按住我的滑鼠往上 有沒有拉上來了 所以 他現在講話就 顛倒了喔 今天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大家好 我是什麼 我們撥看看 來 打電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你看 我們用剪接影片變成像文書處理這樣不是很高興嗎 這種方式就很適合什麼 我們 教學口語式的 還有一個 老師如果你是讓同學去做採訪 有沒有訪談式的 是不是很適合 對不對 訪談式的有些時候 我就是需要去做一些剪輯嘛 或像紀錄片啊之類的 都很適合像這樣子 去做 那麼 有了這樣子之後呢 你就會用的 所以 在我的部落格上 我最新的一篇文章 就是介紹這一個 來您看到我的最新的文章 我給他的標題是這個 最佳年度教學影片製作創新獎 因為他 真的 用不一樣的想法 去剪接影片 對不對 很有創意嘛 因為我們平常 包括你用威力導演 我們都是看這種圖長大的 請問你看這個圖 看得出來他那裡是講什麼話嗎 看不出來 你只能看到他音量上的變化 對不對 所以在Budu裡面 當我們把影片匯進去的時候 他搭配的是Google語音辨識 他就會先把你的 文字 語音 轉成文字字幕 然後再把影片 切成您剛剛所看到的那樣子 當然在切的過程裡面不見得會像他Demo這麼剛好 什麼意思 因為你一定知道 AI辨識雖然現在準確率很高 可是有沒有可能出錯 有可能 所以 我們在剪接 就是他做完之後 有可能 在家工作 可是上面不見得是在家工作 你了解我意思嗎 好就是他辨識錯誤 或者是沒有完全對到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很清楚 那 都是剛好 可是有時候可能 在家 可是他真正發音的時候 可能是往後一點點 那你可能就是要 刪掉工作這邊 就不見得是家這個字 這樣您了解意思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沒有感覺到我都會講後 所以有些時候我剪接我的影片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叉叉叉叉叉 就會稍微把它剪掉這樣子 所以您看到這裡 我們剛剛講的 在這邊你看 好 這裡這裡 我看一下有一個 在這裡 他 影片進去之後就會直接做這個字幕的辨識 那我們往下看 我看一下這裡有幾個快速鍵 老師需要記的 就是在這裡 刪除跟倒錯線會的對不對 嗯 再來我們剛剛有沒有用拖曳直接 這個核取方塊都改變順序 有 還有一個 你要播放影片 用哪一個 空白鍵或TAP 你就不用再跑回去前面這裡 有沒有你來這裡是比較慢 所以我要他播放 在這裡 按下鍵盤上的空白鍵 有沒有就播了 或者我按下TAP 那TAP的話他會 局限比較在那一句或那個詞 那空白鍵的話他就是一直播下去 這樣是不是就快很多 把它當文書處理來用 真的真的 那如果說老師你覺得 他的字幕不夠準 老師有沒有聽過抖音 有對不對 抖音的剪接軟體是哪一個 叫做剪印 我們雖然知道他是對岸的 但是我們不可否認 就是如果你以 中文的辨識來講 剪印的字幕 辨識的準確度 會比Google的再高一些 這是事實 那所以如果說 你 假設 你的 語音辨識 你希望說我字幕 能夠 再減少 修正的時間 你也可以把 剪印 辨識好的字幕 匯出之後 轉成繁體 轉成繁體 你就可以直接匯到這個 軟體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再減少一些時間 等於我修正字幕 你看我們剛剛是不是修正影片 那修正的時候我可不可以順便修正字幕 對不對 可是我就減少 如果字幕正確性比較高 我就可以減少一些時間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我們幾個 老師需要稍微記一下快速鍵的一個 小地方 只要會這樣其實 基本上就OK了 現在他有辦法記事英文嗎 有啊有啊 他支援48國的 還是45國的語言 所以 來您看一下 我現在 真的把軟體打開 在這裡 無助有沒有 裝完了之後他會有這個圖 有一個這個圖 那我就把它打開 這個打開呢 這個是我剪接CAMBA的 那我按一下空白鍵 你有沒有發現我有片頭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CAMBA裡面 你的範圍 只能透過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那就是那個 不暖的度下的畫面 就是說CAMBA裡面的帳門 不是在一起找不到你喜歡的帳門 還有CAMBA裡面呢 有沒有 可以像這樣打一條圍斜斜 斜斜 你有沒有發現我可不可以放背景音樂 有對不對 我也可以做片頭 所以他裡面其實這個 V2 他已經不再是只有單純就是剪接字幕而已 你也可以加上自己的背景音樂 加上自己的圖片 都可以拿來用 那 您看我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你看這裡 我的片頭的音樂是不是不一樣 所以你看 他就套一個音樂 然後我就在這個範圍 那如果我是整段影片 我就 在這邊 有沒有套音樂 然後加上我的範圍 還有他音量制都可以調整 那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 那個時候 我很愛國 因為雙死解錄的嘛 我有沒有放一張圖片 你看這裡 有沒有這裡可以放圖片 這裡可以放圖片 有沒有一樣的道理 所以他 你不感覺到 我們這樣子 就像投影片的概念嗎 我有一個投影片 上面放什麼東西 只是變成放在這裡 就像這樣 所以老師學這個 真的很快 那我們實際用剛剛那個操作看看 你就可以來 這裡 你看在這裡對不對 我想要幫他加一個 音樂 或者我加一個空白的 你在上面這裡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插入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插入文字 你也可以插入圖片 自己的 或者是他免費給你的 這上面都有 有沒有背景音樂 音效 都在這邊 好 那我先插一個空白的好了 有沒有發現 後面有一個叫空白的 我先增加一個 糟糕 因為體驗版 沒有辦法用所有的功能 那我就回到我自己 這裡面來好了 你看 我來這邊插入 空白影片 片段 這樣有沒有加進來了 那我把這個 點一下 絲就往上提 好假設我只要放在最上面 好那下面這個我先不要 我把它刪掉 OK Delete的掉了 那現在在這裡 等一下 剛剛刪太多了 好這個我先把它刪掉 OK 那我現在在這裡是不是空白的 你可以在這裡打上文字 你看他的設計的文字 設計文字就是一般叫做美工文字 也就是比較有設計感的 你看右手邊有沒有一些範本可以用 所以 現在老師知道 當網紅也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 對不對你看這樣進來了 好我再加個音樂喔 你看加個背景音樂 你看一下剛剛這個文字 有沒有發現他的範圍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 你看我往下拉 有沒有可以到下面的投影片 所以你的範圍就是這樣子加上去的 我要兩個 那我的這一段 也會有這個標題有沒有發現 就這麼簡單喔 真的真的 好點到他 點到這個字 那我再修正一下 好拉回來 OK 那我們現在加個音樂囉 按一下 他給你的這些圖片 音樂 通通都是免費 而且可以商業使用 雖然有的不太多啦 但是至少這些都是OK的 好 那你要插入背景音樂 他就問你 是要全部的 整段影片都有 還是只有你目前這一個 那我就先加在目前這一個 好 那你可以自己上傳 也可以選擇 他內建的 那比如說你看這裡 有沒有聽過這個 好像有聽過對不對 沒有人在用啊 好我就把它插入囉 好了 OK 你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音量在這裡 所以我今天先聽看看 有沒有標題就出來了 在右手邊 還自動給你彈出有沒有發現 對齁 所以 老師這樣可以接受嗎 讚喔 讚喔 對啊 你看這樣子 重點是可以節省老師很多時間 尤其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很無聊 要常常錄影的 我們就可以省下很多那些剪接的時間 你現在會用你 跟產生 左邊進來之後的 對對對 我實作一次給老師看好不好 來你看一下 我們就開個新的專案囉 你看 開新的 檔案這邊 對老是順便給你提一下 這邊喔 如果你沒有註冊會員 他還是免費會員 就是如果你沒有註冊的話 假設用軟體版 他會有一個月90分鐘的那個 就是辨識時間的限制 但是如果你註冊會員了 他現在就沒有限制 就是但是都是免費的 所以老師不用擔心有付費的問題 好那你看我 我這邊是做一個新的 好那怎麼樣才能夠變成新的 你看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 你如果檔案已經錄好了 我就直接把你的影片叫進來 有沒有 或者老師我已經錄好聲音了 欸比如說老師你是那種類似 英文的 我唸英文然後去搭配情境 我有錄影檔啊 我可不可以錄影檔準備好 還有一個老師最不喜歡做的 叫做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錄影檔放進來 他可以辨識 那要看 如果設備跟這邊那麼好 也許可以 不錯 但是如果 離麥克風太遠 或是像我們戴口罩 其實都會影響那個辨識度的正確 就是那個會有差 真的有差 所以如果你的音檔 收音是清晰的 其實你進來之後 應該就不會有 菜鳥被欺負的問題了 以前會議紀錄是誰做的 一定是 比較新進的 對不對 因為大的 大家不喜歡做啊 很無聊 那也可以怎麼樣 老師如果你在手機上已經錄好了 直接掃描 不用安裝App 就直接傳進到你的電腦裡面 所以這個很方便 所以待會如果老師有興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因為剛剛手機 你上面都有了嘛 你就可以錄一段 那這個是你已經有檔案的方法 但是如果沒有檔案怎麼辦 沒關係 這裡有第二種方法 他也提供你直接錄音或錄影 就跟我們OBS一樣 你可以直接把他錄下來 只是他沒有藍綠幕具備那些功能 但是你可以直接錄你的 螢幕畫面或者是 我的手那個webcam的畫面 都可以 好 好 那我們 這邊 我就從這裡開始囉 按一下 好那我找一段 我們剛剛 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這裡 今天的 29號 好 我看一下 測試的 我哪一段比較短一點 因為我要找短一點 不然 68 我怕太長了 傳上去 我想到了 剛剛我們在 那個影片裡面 會錄影片他就問你是什麼語言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中文英文是不是都有 韓文日文也有 那 我就按 確認 這個時候他就會開始幫我把 就是我的影片 傳送到 YouTube 那個Google的 語言辨識 那你看到 右手邊 有沒有開始 告訴你分析的時間 所以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開始 去把它分析 待會呢 完成之後 他就會像我們 在這裡看到的這樣子 就是一段一段就出完了 那我就可以開始 這樣去剪情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了 好那他當然有自己的專案檔 你也可以把它存下來 那下次就可以繼續打 這麼快好了 還好的 你看 有沒有發現 有些是辨識錯誤的 對不對 那 你就知道了 這裡 就不用 我就把它 剪掉 好 然後呢 上禮拜 哈哈 多一個找 對不對 刪掉 所以下面這裡就同步刪掉了 如果有辨識 正確的就沒有關係 那如果辨識錯的 一樣 好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就有一個停頓 所以 Delete 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 會不會 太簡單了 你看我們實作就這樣子 他也有輸進去英文 英文應該正確率 另外都 只要老師發音標準應該都不錯 說那個裡面是說我們把它打正確的 他 就會變正確 就是他可以 講的部分當然不會突然變正確 因為講的還是你自己嘛 但是 你有看到 它下面這裡是不是有字幕 就是你在這裡 編輯 上面這一段是編輯影片 下面這個就是我顯示出來的字幕 所以你看我講的 3D列印 他就變成做的運 對不對 那我這邊就在這裡把它改成3D列印就好 我的字幕就是正確的 對對對 那你做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從右上角 你看 有沒有一個輸出 按一下 你看 直接變MP4 然後呢 直接字幕檔也可以拿出來 甚至老師只要輸出聲音 比如說我的 開會紀錄我只要聲音就好了 不用影片 那甚至您可以拿到哪裡 如果老師您用Premile或Final Cut Pro 像Mac的 可能是Final Cut Pro 我可以直接拿過去那邊 你可以再做後續更進一步的處理 這樣是不是都很方便 嘿 真的 所以今天 這樣 應該我們OBS加上這個 你就可以做很不錯的一個 剪輯 不一定一定要用 也是很好用 但是就是 時間不夠 沒有辦法講那麼多 剛才你是不是把影片講到還聽過的 是一定要來聽過的 沒有沒有 其實 你也可以別的 比如說webamp 就是我們網路上錄下來的 那叫webamp也可以 像我們剛剛有講過 他加入那個添加 就在這邊自己錄影的 有沒有 他的就是叫webamp 那個就是 瀏覽器 我們Google瀏覽器 他們支援的標準影片格式 那個也可以 對對對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有沒有說那個 影片的分析的長度 限制嗎 對 其實不會啊 還好 20分鐘他也可以 可以可以 但是我會建議老師 不要一次太長 因為你太長的話 影片這邊是會太長 所以如果 像老師剛提到這種情景 他也可以有場景的概念 你看 我一部影片是 五分鐘 假設這是五分鐘 我就再增加一部影片 你看 上面這裡 有沒有添加影片 按一下 從電腦再選一個 那 假設我用錄的好了 給你看一下 有沒有可以錄 螢幕畫面 老師的畫面 或單純錄影 那假設我錄我的畫面 找不到 來 我錄螢幕畫面 從這邊錄一下 好全螢幕 我就按下一步 下一步 好按下去 倒數三秒 好現在我就切過來 這樣就開始錄影 對不對 我就開始把我螢幕上的內容 把它錄下來 好那我趕快 好了 我就來這邊停止 現在我就切過來 這樣就開始錄影了 有沒有存下來 對不對 我就開始把我螢幕上的內容 把它錄下來 好那我趕快 加到程式裡面去 好有沒有又辨識了 所以它又辨識完了 待會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地方 它就會有 場景的概念就跑出來 所以我等於說 我編輯第一段影片 它的 長度 比如說這五分鐘 那我編輯第二段影片 它的長度可能就是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這樣我們的那個字幕 就不會那麼多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中間這個叫場景 所以老師如果這兩段 啊 你要放上面 有沒有可以拖曳 你有沒有感覺到 PowerPoint學會就好了 對不對 剪接影片的方式 我就這樣就好 那所以 我們在剪接的時候 這樣子你的長度 就不會那麼長 但是我又可以加上 就是這樣做調整 那他輸出的時候 就是一部影片而已 對對對 當然 對對對 就是這兩個最後就是合在一起 好 那我想 各位老師已經到中午時間 不好意思耽誤大家太多 如果說您 後續使用上有問題 那個老師這邊都我的聯絡方式 或者您到的那個 部落格上 都有的Email 歡迎大家如果說你有使用上的問題 我們再一起來交流討論 OK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